大家好 我是国家拳击队运动员杨柳 她就是台湾拳击女王陈念琴 在奥运四强赛的对手杨柳 出生于内蒙古 今年32岁 被陆媒形容大器晚成 有着身高必长的优势 在2008年中学时期 被教练选中开始拳击生涯 2018年获得中国女子拳击冠军 2023年再斩获市井赛冠军 以及杭州亚运金牌 就是这段时间家里面人担心了 因为我在进村之前 我就跟他们说不联系他们了 就也是相当于半个月吧 我觉得在备赛期间 就是我不是很喜欢跟外界联系 包括家里面人 备战期间几乎断绝外界干扰 杨柳32岁初登奥运 中华队的陈念琴27岁 已经三度登上奥运殿堂 但是两人过去的交手记录 乌兰乌德市井赛 新德里市井赛跟杭州亚运 陈念琴都败给杨柳 因此这次奥运四强赛 对手强度不容小觑 大家多多关注巴黎奥运会 多多关注国家拳击队 在巴黎奥运赛前 中国拳击队特别到新疆一地训练 跟国外好手竞技切磋调整状态 前两个月到了哥伦比亚 到了保加利亚 我们这次依托了新疆拳击中心 设置的国际拳击训练营 面对席致的强劲对手 陈念琴卷土重来 不仅将在奥运场上拼血齿 更要为自己偏一面金牌信念 TV新闻综合报道